這個我剛剛還特別問了一下國防部 他們講說基本上儀錶檢查是起飛前的SOP 然後有做 然後這個案例是你起飛之後 馬上出了狀況 那至少不幸中的大幸是 至少這兩起案例 基本上都處遇得已 所以都沒有出現真正的意外 但我覺得要藉這樣的事情 怎麼樣 哪怕你是起飛之後 馬上出現異常 也會造成飛行員的緊張 那至少這次沒有沒有狀況 但我覺得該是要做一下通盤檢查 因為如果只是指示器出問題的話 相對來講壓力沒有那麼大 可是就像剛剛主持人講 萬一是郵箱出問題 那可能危險性就非常高 那我覺得這件事情背後反映了 還有剛剛我們有討論到一些 交期的問題是壓力 才是壓力比較大的地方 因為現在兩岸狀況是比較緊張的 兩岸狀況當然這個共機來臺 侵擾是沒有停過的 那不能不處理 最近聽說夜晚你都要都要開始試飛 那就做做升溫的準備 但是你人家量體大 你量體小 所以你跟他對峙 你又不能不處理 你跟他對峙的時候 尤其對我們現有的這個飛行員也好 或者是戰機 他就是一種消耗 那剛剛就講說 你新的東西交期不穩定 手上的東西有狀況 你就必須要檢查 那現在的東西也不好 未來東西交期又不準 那難怪我現在開始理解 為什麼邱國正當初在達巡的時候說 他晚上睡不好覺 這是政府要嚴肅處理的問題 而且還有飛行員 我們現在飛機都來 飛行員夠不夠是大問題 主要的原因就是飛行員自己會去算 我到了少校中校的時候 待遇是不錯 有飛行加級 因為大家可以拿二十幾萬 但是再來呢 他不可能飛到五六十歲 那他這時候如果不趕快退役去民航公司 他將來就沒有了 可能就到總部去當個參謀等等 那到民航公司正價值 可能拿三十萬到六十萬 他可以一直做到六十五歲 民間是六十五才退休 軍方的話 可能你階級中校幾歲就要退 上校幾歲就要退 所以他就會考慮這些問題 金門廈門之間 其實兩岸的人民來往頻繁 活動的範圍其實都在一起 所以其實敵意是很低的 大家根本幾乎是好朋友 那兩次的船難 有翻船的 有觸礁的 我們就把它講成船難好了 死了兩個 失蹤了兩個 但是兩邊就出力去搶救 如果沒有我們的海協會 海委會跟我們的這個 這個海巡隊介入的話 或者國台辦也講一些 就趁機這個要占一點便宜的 這個成分 其實沒有什麼事情 倒是金夏海這個海面 凸顯這個是高層的政治人物 在處理岸岸關係是有很大的盲點 比如說我請問你 習大大對這個有什麼處理方法 有 習大大要在廈門的附近的福建省內 要執行一國兩次實驗區 你覺得他有這個必要嗎 我跟習大大講 你不用實驗 你一定成功 保證成功 你的實驗不用做也是成功 如果你不成功的話我投給你 問題是遺憾的是什麼 你成功了 連金馬的人 連金門的人也不領情 金門的人給他民調 董事生在就講給我選ROC PLC 我還是選ROC 所以你何必做這個沒有意義的實驗呢 那我們更糟糕了 我們是邀了這個綠扁帽的教官來金門 叫什麼打仗 我告訴你 美國歷史上這個綠扁帽的教官一出現 要嘛伊拉克 要嘛阿富汗 都是慘敗下場 如果我們綠扁帽交的東西 在金門派上用場的話 那我們就是非常慘烈的下場 所以我想出一個辦法 既然兩地這麼好 感情大家彼此也不壞 我覺得也不要用綠扁帽 也不要用那個習大大的實驗區 我想一個很簡單的 就是兩制兩國一邦聯的小中華邦聯區 就是你看我畫的金門跟廈門 這畫起來 這個就把它變成一個邦聯 你要深層進聯合國要不要 我沒有意見 但是讓他們在一個生活圈裡頭 這裡頭就沒有那麼敏感的 什麼哪一條線 這條線我那一條線 這個邦聯不是永久線 邦聯都是過渡的 你現在全世界 沒有一個邦聯存在 但是這個表示我們的善意 就是說藕不斷絲海聯 而且習大大最喜歡講的 就是說兩岸的人民要心靈契合 這個東西給他試試看 就看看他契合的程度有多大 現在目前心靈契合的成績是很差 所以習老大你就是要努力讓這個實驗區 每兩年做一次民調 就讓金門的人越來越喜歡你 背後的那兩個大冤家的問題就容易解決了 所以我這個要申請和平獎 而是有很多的 這個要求我們 如果我們來看 我們來看 我們來看 我們來看